J'étais un charmeur, solitaire 过日子,当然要过好日子 听故事,嗯,要做自己故事的主角 POP大国民,今天轮到你 POP大国民,今天轮到你 欢迎大家回到POP大国民 我是戴班主持人,台北市议员戴希青 那么在第一段谈完我们相关今天的时事话题之后 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我想要邀请两位特别来宾来谈一个 过去这段时间其实我一直非常关键的 也是很多好朋友们,大家共同关注的动物保护相关的议题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现场的两位来宾 一位是诺亚方舟动物同乐会协会的理事长 哥家里,家里你好 习青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另外一位是让让别哭 也是我们一个等于是咖啡中途之家的 有关动保部分的创办人 刘献中,献中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 他们都非常关心动保 也有不同的缘起跟动物结缘 但是他们用不同的形式在投入动保相关的工作 那成如我刚刚开始跟大家说明的 就是过去这十几年我在台北市议会很多时间 花在动保上面的咨询其实还蛮多的 那也因此结识了很多有关于动保界方面的朋友 包括很多的爱心爸爸,爱心妈妈,很多的志工等等 那我也常常跟历任不同的市长讲 我觉得一个文明城市要显示它的文明跟进步 就看到它怎么如何对待动物 那我想这也得到很多大家的共鸣 那特别是台北市这么寸土寸金的地方 再加上少子化的因素 其实我知道现在很多的民众 不管是年轻人或老年人 生小孩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会考虑很久 可是对于任养毛小孩 或是对于动保相关议题的投入 他们可能比较不假思索的 就会奋不顾身的去投入 当然就台北市的主客观环境来讲 相较于台湾的其他县市来讲 资源或许更丰沛一点 但是在动保这块路上面 我一直觉得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也有很多需要努力的方向 那么今天邀请到两位 也是算是我们在动保界 两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那我们也今天借由他们的一个心路历程 以及过去投入动保的一些经验的分享 也希望提供给大家一些不同的观点 甚至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访谈 让政府相关部门如果有机会聆听到的话 把我们政府有限的资源 看怎么样来做一个更合理的分配跟运用 让我们整个的城市跟国家 能够为动保这一块 能够带到一个新的领域 那首先我是不是先请 我们浪浪别库的创办人 献中这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时你们夫妻是怎么样走入动保这个领域 那什么样的因缘记忆 又怎么会想到说 用这样的一个Coffee Shop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投入的一个平台 当初是想说我跟我太太那时候刚结婚 本来有一笔钱 存了一笔钱想要购物 但是又在思考说 其实如果购物的话 其实我可能往后房贷可能被绑死 那我希望把这笔钱拿出来 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那因为我们毕竟以前都自己养狗 那就有注意到流浪动物这一块议题 然后我们再把 那时候刚好遇到一个老房子 然后想说把 想说原本是想要自己中途 就是自己收养流浪动物 然后再帮他们找家这样子 但是后来发现就是他们曝光的管道非常有限 然后大家领养的话 其实非常的困难 然后一般人想要去领养 或是即使他想要去购买一只动物 都可能去到宠物店 领养去收容中心 可能很远离市区 那为何不可以有一个开放的空间 大家都可以进来 他是在市中心 然后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到达 那我们后来观察说 咖啡店大家都很常去 收容中心很远 大家都不宜到达 所以才把这个理念 把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第一家店是在台北车站 南北车站附近 南北车站附近 在西区那里 对金站那边 所以你们是把夫妻本来要拿来买房子的钱 对 然后拿来投入在这样一个咖啡厅 类似中土之家的方式 对 这个是蛮大胆的决定 是你提出来还是你太太提出来 一开始是我太太先提出来 那你那时候听到 有没有觉得反应怎么样 我那时候听到 其实我也是蛮支持他 所以你们两个这块是很有共识度 对 所以你们在开之前 自己本身就有领养一些动物 我们开之前以前的狗都是剪的 对 然后那时候 后来 开始注意到的时候 就想说应该 因为我们以前都学广告的 所以应该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然后让一般的民众他可以透过社群 然后去感受到不一样的方式 所以你们正式成立这个中土之家到现在有多久了 现在有快三年了 快三年 所以我看到相关的报导 你们这三年期间其实也送出了不少流浪动物去成功认养的 对大概230几只 230几 对 狗跟猫这样 3年230几只 这个数量算是蛮高的 而且我听说你们对于领养人的资格还蛮挑剔的 不是你想领养就可以领养 对因为其实我们都会有设一些关卡 就是大概几个关卡 就是要先填领养人的问卷 然后一定要面谈 然后最后加访 然后要签一些领养的切解书 就因为我们中间 会希望他们一定要先跟他们有缘分有兴趣的动物做互动 那亲身相处过后了解他的个性 了解他在因为他在我们这边我们都是亲身自己照顾 所以他在家里的状况其实应该不会偏差太远 所以你们这四个步骤我刚听你讲问卷面谈家访 切解书 对对对 这个比外配要进入台湾的这个相关访谈还严格 所以在你们这样层层把关之下 我觉得如果透过你们这边真的成功领养回去的 应该他的气氧率应该是趋近于零了吧 其实我们气氧率很低 大概都是个位数 那这三年来你们做这样的选择有后悔过吗 没有 因为自己就很喜欢 然后因为最近也在有在思考说 那如何为他们做更多 所以有在进修一些就是宠物营养跟宠物行为训练 希望可以在他们在领养之前有些基本的规矩可以被训练好 然后我们再教导给领养者 因为毕竟领养跟送养的双方 那个养动物的那个观念要很接近 然后也要教导他们说如何正确释养 就是你对于宠物本身在被领养之前的一个行为训练 对 以及将来领养的人 他可能对这个宠物有一定的认知 而且对宠物怎么样照顾也有一定的理解 对对对 这样双方面以后在气和上面 或是比较不会产生后续的一些后遗症或是问题发生 对就是他面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有心理准备 然后这可以减少他们的气氧 这部分我觉得台北市动保处跟动物这样好好跟你们学习一下 怎么样能够提高这样的一个领养率 接下来我们今天还有刚刚介绍的另外一位 也是我们特别邀请的诺亚方舟动物同乐协会的理事长 哥家里 家里 那虽然这段时间即将进广告 但是家里你怎么会走入这个领域的 那我很快讲一下 其实我跟那个浪浪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是 其实他们是把购物基金拿来做动保 但是其实我是把我本来住的房子卖掉 然后来做 我现在变租屋族 本来是有屋族 现在变租屋族 那我想我们一样的地方是 我本来也是一个中途之家的爱妈 做了大概十几年爱妈 然后后来也是看到很多 我就可以为动物多做一点事情 我们才我才开始投身成立的协会 所以你先做爱妈 然后后来决定把房子卖掉 去投入动保 对动保做协会 那个这个故事又更吸引人了 一个是把这个购物基金拿来做中途之家 一个是干脆把房子卖掉来照顾动物 到底怎么会插上枪的不归入 我们广告说再跟大家继续来分享 各位POP大国民的听众大家好 我是戴班主持人台北市议员戴希青 今天这一段为大家邀请到诺亚方舟 动物同乐协会的理事长哥家里 以及让让别哭的创办人刘献中两位 来跟我们谈一谈他们怎么踏上 动保这一条不能说不归路 因为我看他们两个都还蛮愉快的 只是外界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我们刚听到献中他这个让让别哭 是他们夫妻经过讨论之后 把本来要买房子的钱 然后在台北山附近买了一个老房子 作为动物的一个中土之家 那么过去这三年也成功了 让两百多只的毛小孩被领养了 而且这过程当中 他们还严选所有领养人的资格 那我们刚刚听到 在上一段的陌生的时候 听到这个家里他的这个诺亚方舟 他更夸张了 他是把现有的房子给卖掉 然后走上动保这一条路 到底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境转变 还是有碰到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让你下定决心 居然要把一个有颗蝸牛变成无颗蝸牛 把这个壳奉献给我们的所有的毛小孩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们全家人只有我喜欢动物 所以你是家里的育类 但是就是从小因为 其实我小时候我有一个亲戚 就是我舅舅 他其实做繁殖厂 私人繁殖厂 那其实我 他因为我们家里 家主里面只有我愿意照顾动物 所以他常常其实有时候 他有状况的时候 他会请我帮忙去繁殖厂 照顾动物 那其实我也是 从小那时候 接触才知道说 私人繁殖厂 因为没有适当的法 不会照顾环境上面 其实 说真的 对动物很没有保障 那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从小的一个 记忆的一个影响 那刚回到 刚刚说我做的 那个疯狂之举 就是引起家庭革命 其实我本来之前 我买房子 其实那时候也是为了动物 我那时候是在新北市 买了一个54平的房子 楼上楼上 那主要是那时候 我自己就照顾了 三只猫五只狗 就是我自己是爱妈啦 就是也是会捡动物 然后能够 如果能够被成功收养的 我就送出去 那如果有一些 就是卖相不好的 我就会留下来 自己收养 对自己照顾 那也是因为 因为我猫跟狗 其实县重一定知道 猫跟狗的时候 需要独立的空间 我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就去买了一个 楼上楼下不同的空间 分隔开来 楼下照顾狗 然后愿猫喜欢3D空间 楼上楼下 我还把 就那个老公寓的 五楼四楼打通 让猫咪可以有 那个活动空间 那为什么 就是其实本来 那个时候 也是就这样子 做了几年下来 后来为什么 会决定还是要做协会 其实就是因为 我那时候在照顾 这几只动物 我发现到 台湾针对幼犬 或年轻动物 在送养上面来说 跟照顾上面来说 蛮多单位在做的 但是 我所谓那些 卖相不好 像我现在有一只 我都笑称 网红狗 一只采一犬叫 枯拉 他是全盲的 我现在自己有两只 全盲的狗 那像比如说全盲 还有像是 毒眼龙的 或者像一些瘫痪 或者是 其实有很多动物 比如说出车祸 就是一般人刚接触到 可能不太愿意去营养 对 就是我们现在协会在做 我所谓的老病残 包括七岁以上的动物 那这一块的动物 其实很不容易找到 收养人 那不管在公立收容所里面 或者在街头上流浪 他们其实寿命都不会太久 因为应该手不安乐 死就会安排他们 那这个 就在我这几年上下来 包括说 其实我刚刚有提到 我之前也是做 十几年的中途之家的爱妈 那我相信那个浪浪他们 应该跟我同 因为他们也是做广告的 我们都算是 比较创意 对 创意传播型的 其实我们对于在传统 做流浪动物 比较是悲情诉求啦 或者是有一些爱爸爱妈 其实会把自己 越来越封闭 他们在人际关系 跟对外社会的 网络上面 其实是越来越封闭的状况下 其实把动宝越做 反而越脱离了这个 越来越窄 对 甚至就是说 我还记得 我都常开玩笑 我会跟 一开始我跟人家说 我是做动宝的 大家都会看我一眼 因为他们印象中 做动宝的人 大概就是自己也很悲惨 然后 就是 对 就是会自己好像 也是人际关系 各方面 看起来你也是要被 对你也是要被拯救的 那群社会边缘的弱势 那我的样子就很不像 那我就会觉得说 呃 其实动宝也是 就是刚刚喜琴也提到了 一个社会成不成功 进不进步 其实看你们对动物的招呼 我就觉得 这是一个观念上的反转 那这几年我觉得 在生命权这件事情 台湾也进步了很多 我有想说 是不是透过我们 像公关广告人啦 行销传播人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 比较快乐 比较正面的一个 动宝的一个做法 所以你当时卖房子 是为了要 筹募一笔资金 来做你 刚刚所提到的 一个快乐的动宝的做法 对 我想我那时候 我就说我希望我的 所以像刚刚 我们协会的名字叫 诺雅方舟动物同乐会 其实我一直想用同乐会去注册 但是那个 不准 不准农委会说要有协会 不能叫同乐会 看起来像玩儿戏的感觉 对 他觉得不行 一定要有个协会基金会 OK 那我的概念就是 我们希望是快乐的 因为坦白讲 我们都常常说 毛小孩很疗愈 嗯 其实现在社会人真的 现在都市人压力真的好大 然后 我如果今天 其实包括我自己 我都不太愿意假日 跑去所谓的一般的 狗场或收容所 因为进去那地方 环境的气味 很多垂死的生命 你进去 其实你 你没办法输压的 不舒服 对 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给一个 动宝的环境让大家来 其实 是真的让动物 传递出它正面的能量 让你真的得到那个疗愈呢 那 包括说 其实我现在是租屋 主是住在大安区 其实我的协会也在大安区 跟县重一样 我的想法就是 为什么一定要在 偏远的深山里面 坐收容所跟狗场 因为讲白了 现在都市人 最缺的就是时间 我的时间很宝贵 对 我可能有那个心 但是我可能 又专程跑一趟 又车程又什么 我平常一到五 我已经工作很忙了 我可能假日要陪家人 我要当好爸爸当好妈妈 那 我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如果我要花两三个小时 跑到深山里面去 会不会 其实在这个时间上 又变成了一个阻碍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大胆的 把 新北市的房子卖掉以后 决定 到台北市的最精华的大安区 去租了一个办公室 跟一个动物协会 那我自己也租屋在附近 为了就是说 我能够24小时 你那个协会 一般大概有多少只 犬或猫在那边 我们协会现在固定的容纳 不分犬猫的话 大概是12只 12只 那我可不可以另外问个问题 就是 因为你跟县州比较不一样 对 他是在西区是一个老房子里面 对 算是独栋的房子 对 那你那个算是在大楼里面 我们算是在商业大楼里面 商业大楼 那会不会有街坊邻居 有不同的意见 或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我觉得 其實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其实没有人相信 我当初要在大安区的商业大楼 一平地价130万的地方 我能够做搜榕鼠 那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 我们会想做 会想要把自己的积蓄 没有拿去买名牌棍 或者不知生活 某些程度有点反骨 我就觉得 为什么不行 如果我 其实希望我的环境 其实这个浪浪 一定也做得到 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我的环境 就是干干净净的 香香的 然后其实很漂亮的 像是一个文青咖啡店 为什么不行 那时候其实我是参考 瑞士有个Buzzle的动保中心 那 其实瑞士那个Buzzle的动保中心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 文青的展览 展览中心 我是用那个概念去做我的 做规划 对 做我的那个协会的规划 所以 我都开玩笑说 我自己家里跟我的办公室 都没有百万装潢 但我的协会是百万装潢 是因为我要做抗照抗臭 跟防滑 我一开始在建材选择上面 跟我找的设计师 我就都已经有经过 比较清楚的思考 跟国外去借进这件事情 那当然即使是这样子 其实 过程中有遭遇到一些主力 当然当然 其实我开了三次的社区委员大会 其实他们是强迫我搬走 真的 即使我装潢已经做完了 其实社区委员都 他们还是有权利 因为据说 我们那个商办 当然一个是地价贵 因为我就直接在大安站旁边的商办大楼里面 然后 一来就是说 他们说他们之前包括洗肾中心 他们都强迫他搬走了 那更何况我是要做动物收容 那我觉得是老天爷在这件事上有帮了我 其实我真的 其实装潢那时候已经他们要强迫拆除了 要拆 所以强迫要拆除 即使是我的房东 其实是很挺我的 那突然就是在一个因缘机会下面 我其实一直在召开社区委员说明会 跟大家说明我们的协会服务内容 但是其实大家是听不清 因为说真的不爱动物的就是不爱动物 那上面有一次就是开一个社区委员大会 刚好我聊到我以前的工作经验 因为我刚刚其实有 其实我除了协会以外 我主要的身份是做广告行销 跟做公关的 那其实我的服务的客户一直都是奢侈品 那我之前做过一个精品的公关 那我就提说 我说其实大家相信我 看我的打扮跟样子 就知道我不会把环境弄得很糟 我也很爱漂亮的 那 就刚好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主要主任委员 就说 你说你说精品哪一家 他就提出了他的侄女 他说他的侄女是知名的公关教主 然后我就说他是我前老板 那确实他就欠下查证了 那确实有其事 那我前老板也非常帮忙 跟他说家里其实是一个负责任 而且就是干干净净会飘飘飘亮亮的 就是你应该要帮他 就在就在那个当下 本来应该百万装费拆掉了 从此顺顺利利协会在那边 安生利命到现在四年 各位听众看不到家里 原来今天穿一个鲜黄色的 搭配一个蓝色黄色相间的发裤 非常的亮丽 所以 看到他大概绝对不会想说 他会把环境弄得很邋遢 所以这部分本来就有一些说服力 那刚刚讲到 其实动物是很疗愈的 我相信不管浪浪也好 或者是诺亚方舟也好 就不管过去这三年四年 当然有一些辛苦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一些让你们觉得 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至少是符合自己的兴趣跟理想的 那当然是酸甜苦辣都有 特别是刚刚家里提到Cula Cula是一只全盲的柴犬 那刚刚也提到他是个网红 而且他有很多知名人士都跟他合影过 那这个Cula坦白讲 在网路上我知道他的确是相当有人气 那这个Cula他是天生就全盲吗 还是后天 其实这个也是一直我觉得 待会可以多聊的 就是说其实政府到底有哪些事情可以多做的 我一直觉得说我们不是禁止所谓的动物买卖 而是说其实必须经过一个妥善的把关 Cula 其实我现在自己有两只全盲的狗 他们都是品种狗 那但是因为在繁殖场会近亲繁殖 近亲繁殖会造成非常多的遗传性疾病 因为Cula他其实一只眼睛 他是先天性的青光眼 一个是三年三岁的时候发作 另外一只眼睛是七岁的时候发作 但他们一发作就很严重 都是要眼球做栽除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动物医院的医生跟我开玩笑说 他觉得裁犬可以成立一个全盲俱乐部 因为裁犬青光眼是非常高 就是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发病率 我碰过最小的案例 其实是一个两个月的裁犬 他才两个月他就两眼全盲了 然后但是繁殖场当然就是 就是不会接受你退货 他就说换一只给你 但你都已经知道 那个两个月的裁犬 他回去其实应该就是安乐 或者就是不会是好好被照顾 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Google一下Cura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照片或影像 他是虽然眼睛闭着 大家以为他眯眯一眼 可是他永远是保持笑容的 到底怎么样一只这样子青光眼发病的裁犬 能够让周遭的人 根本不认为他是个全盲的裁犬 而且永远保持笑容 怎么样照顾我们这个世主跟宠物之间 什么样的一个连结 我们稍微再去跟大家分享 POP大国民今天轮到你 各位POP大国民的听众大家好 我是代班主持人台北市医员戴希青 今天我们这个时段在聊动保相关的话题 特别邀请到诺亚方舟动物同学协会的理事长 哥家里还有让让别哭的创办人刘献忠 那么刚刚前两段我们也特别提到 他们的缘起怎么样会一个把购物基金拿来做动保 一个怎么样把房子卖掉 在最精华的大安区商业区里面的大楼里面做动保 那各自有不同的故事 那刚刚我们提到 家里的那只网红Cula全盲的柴犬 现在看到他的人都很难想像 这样子一只全盲的柴犬 他被人家看到的外貌是笑脸迎人 而且非常的可爱 甚至我听家里说过 他好像可以在这个他熟悉的公园里面 在那边自由的活动 如果是第一次看到人 完全不可能想像他是全盲的一只柴犬 他都说你的柴犬是为什么一直想睡觉咪咪眼 我相信两位 在这投入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些干苦痰 酸甜苦辣 那家里的新闻我们分享一下 Cula你是怎么样透过一个教育训练的方法 能够让他融入这个环境 然后能够 重点是他为什么可以生活得这么快乐 然后随时保持笑容 其实我不知道如果喜欢动物的人大概都多少会跟跟我们一样 会喜欢看那个西萨狗教官的节目 那其实西萨狗教官一直都会讲 他说动物的问题小 其实人的问题比较多 也就是说有时候是主人自己的心情 我刚刚其实也在跟那个主持人和那个心中分享说 其实我常带Cula去公园玩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他很可爱 然后要跟他拍照 然后后来就会跟我说 你的狗为什么眼睛都是不张开 都瞇着眼睛 他在笑 还是你的狗一直在笑 因为Cula是一只很爱笑的彩犬 那后来我就会直觉说 他其实看不到他两个眼球都栽除 那百分之九十听到的第一个反应 大家都是会先尖叫 惊叫 说好可怜喔 那他这样你还要带他出来 那其实这是反映出来了一个最长 其实世主最长的一个反应 就是说其实世主的能量啊 跟知不知道怎么去照顾特殊需求的动物 这个部分其实在台湾有很大可以做的空间 其实说真的 Cula那时候刚全忙的时候 我知道如果你不带他出去 其实狗狗最喜欢的就是出去散步 这个只要照顾狗的都知道 每天出去 他最开心的就是放饭时间 跟出去散步的时间 那但是如果你不带狗狗出去 像包括像Cula是很爱干净 他只在家里大小便 我都跟人家说我很痛苦 是台风天我都还是要带他出去的 那像他如果不能出去的话 其实他的说 我们在讲所谓的动物的生活品质 他其实是会降低的 那我那时候就训练Cula自己上下楼梯 那我的训练方法 现在有些人听到 可能会觉得有点残忍 但是其实那个是一个过程 是我会拉他 就是我会把放绳放到一个程度 让他去刺度的撞到那个花盆 路边的花盆 或者是排 机车的排气管 但一两次他就会知道他闻到味道 因为其实狗的嗅觉跟听觉 本来就比眼睛好 他后来比如说他 大概有闻到味道 他就知道那边有摩托车 他要避开 然后还有闻到那个泥巴的味道 他就知道那边可能有什么障碍物 他要避开 其实久而久之 他自己会训练出他的反射性反应 因为狗狗的反射反应跟制约其实很好 那我就说像包括这一些 都是可以透过我们所谓的 适当的一些课程去交出来的 那我觉得就是Kula在 我这样大概三个月到半年的训练吧 他就是可以自由在公园放神去散步 不会撞到东西 所以透过三个月到六个月 这样的一个训练 虽然短期初期看起来有点残忍 会撞到东西碰到东西 可是他就学会适应环境 跟自我保护的能力 对 他知道怎么样去趋吉避凶 走到他该走的地方 那有危险的地方 他就会躲开 你要这样想 它是野生动物 它本身在生里面 它们生存的本能 这部分是很强的 其实这部分 动物的本能要比人类强多了 对 可是人类制造问题又比动物多很多 其实家里刚刚讲到这一段 刚好跟刚刚 我们现中前面所提到的 就是说 他在对这些想要领养的朋友们 有一些面试的过程 那面试过程之后 他对动物本身要被领养出去 当然要做一些基本的训练 也希望这些未来的试主们 也能够对动物的各方面的行为 有一些更顺度的了解 那这个就很像 家里刚刚在提到 跟Kula之间的互动关系 就是说 再浪浪这边的话 我们怎么样 让这些想要领养的试主们 透过你们这边的协助 让他对动物更加的了解 更知道 怎么样来跟他未来领养 这些宠物来做相处 其实他们在确定要领养之前 就是已经到最后 可能家访都结束了 我们会给他一张表 那表是 这只狗这只猫 在浪浪生活的时间 他可能早上起来 做什么事 然后吃了什么东西 飼料 然后鲜食哪些 这样他在进入家庭生活 然后鲜接的时候才不会 因为狗跟冒幻环境会 焦虑会紧张 对 因为突然闻不到熟悉人的味道 他会焦虑会紧张 那接下来 你是给未来世主一个 简单的叫战守则 对 那他知道应该怎么跟他 密集 对 让他如何 很快的熟悉他 然后很快的 可以让他 融入家庭生活这样子 然后 像刚刚有提到说 狗狗或是猫咪 他进入家庭生活 那我们像那个Kula 对 Kula他的问题 就是 我们其实 我觉得 我一直觉得 我们人应该要去 了解他们 呃 站在狗跟猫的角度 来去想说 呃 要怎么样去做 呃 比如说散步啊 或是吃东西什么 其实 很多时候都是我们 人 很有主导权 想当然而觉得 应该是怎么样 动物来配合我们 对对对 其实他们 就像狗 其实他是一个 很天生化解冲突 的一个动物哦 嗯 假设我们在路上 遇到狗狗在散步 嗯 其实 通常都是主人先紧张 我狗好凶 我先把他拉走 那其实狗狗他 已经上市 那个社交的过程 哦 对因为其实应该让他 给他 他被你强制 给带离这个现场 对对对 他会觉得说之后 遇到狗就是 就是要散 就是要散 对 或者就是要胸 因为胸 跟警拉千神会痛 嗯 他觉得会痛 就投射到对方 不认识狗狗的身上 嗯 他就越来越严重 会累积的 所以应该让他選 呃狗狗他自己 会选择说 他可能像往哪边走 他可能闻到味道 苦涝闻到的味道 他有好奇心 那我们如果把他拉走 那是不是上次他 選擇去這個地方的一個權利 所以別人說 我們要教育這些士族們去了解動物的本能 以及他的習慣 剛剛講的 有時候我們不小心在動物裡 像我之前有時候有辦一些寵物見檢查相關活動 有時候會聚集一些犬 那當然偶爾也有一些貓咪 那有些時候當然 狗狗有時候 如果照剛剛 這個縣中所講的 他是本身是有社交能力 他是可以去解決化學衝突的 可是一般人如果不理解的話 三不五時他如果看到狗狗兩隻互相在那邊對教啊 或是好像一副要搭起來 他就可能會覺得說 化學衝突最好方法就趕快把他帶離開 或是趕快讓他脫離現場 那這個跟狗狗的本能 跟我們其實應該適性的教育上面 可能會有一些某種程度 產生一些看格的地方 對 所以這個部分怎麼樣透過你們的協助 讓這些士族們有機會去了解到一些更專業的知識 然後更了解他的犬姿 其實對於後續士族跟寵物之間的互動 以及減少所謂的棄養家的問題 是非常有重要的關聯的 對 因為像我們士族在領養的時候 我們都會提供他們 比如說像 其實我 讓他們別護到現在 其實都中途很多米克斯 就是沒有協同 就是混種犬 那其實我們也不是在塑造一些 可能品種跟米克斯之間的對立 但是我們一直在倡討說 不管你要領養哪一種狗 哪一種貓 你要一定要去做功課 要去理解它 比如說黃金獵犬 它可能會有一些先天上一些行為問題 它可能會遇到寬關節問題 寬關節 對 那士族一定要去了解 有些人不是說看 不同的犬姿 它可能傳從疾病上面有一些比較耗發率的問題 或是遺傳上面的問題 台灣很容易因為流行的一些電影或音樂 就流行某一些狗 像是一窩蜂的 對 柴犬是因為之前那個心動奇蹟 就日本的片 後來就是拚命一堆人養 但是柴犬有三個先天性台灣人 不太能接受的問題 一個是眼睛的疾病 其實它治療起來很龐大 費用真的 費用說費不治 其實一個眼睛的治療費用大概是三到四萬 對 那動物沒有健保 對 所以像比如說柴犬有眼疾問題 另外一個 像台灣不太能接受狗釣毛 對 尤其是都市環境 那其實有非常多的狗釣毛 非常嚴重 那包括還有一些狗 是有所謂的前生產流行鬥牛犬 它有皮膚的問題 有呼吸道的問題 對 呼吸道的問題 然後再來是像柴犬 很多人說柴犬比較不聽話 柴犬據說好像 瘦醫生都跟我說 他是走勢率最高 排名前三名的 對 那有人以為他是智能比較低 其實不是 是柴犬是活在自己世界裡 他的個性 對 他沒有那麼理你 沒有那麼理主人 不像有些像玩具犬 你叫他就會過來 那因為這樣子 很多主人 他就不太懂得 這些犬種的特質 那就不會用到對的一個互動方式 其實我剛剛聽到兩位在談到 他們的不管是心路歷程或是實際上的一些做法 我真的覺得因為我之前質詢也包括我們動保處的動物之家的部分 不管是硬體設施以及相關的配套 包括一些最基本的比如說一些狂犬病啊一些疾病的一些疫苗的施打等等 因為過去我們也發現過曾經有很愛心的民眾在動物之家認養回去的動物居然還有一些傳染疾病 而且有些疾病居然還是人群共通的 所以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也希望說他們這部分要加強去把關跟篩檢 我剛剛聽到你們講說我們除了給世主做一些面試之外 甚至還會教育他們 甚至把我這隻犬或貓在這邊的一些作息或是一些需要關注的地方 會列出一張表格來讓未來世主做個了解 我覺得這部分都是非常貼心 而且是完全站在為動物設想的角度來做這些事情 我想這也是為了我們很多公部門必須要除了 當然他們常常講說人力預算不足啦 可是我覺得這不能當藉口 你既然做這一塊又是全責機關 怎麼樣去加強這一塊的照護 我覺得下一段我們也許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說你們這麼多年的經驗 當然我相信你們可能跟政府機關合作的機會不是很多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在自給自足 那如果要給公部門建議的話你們會有什麼樣的建議 讓我們把東把這塊能夠做得更好 我們下一段再會來跟大家分享 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養息 POP RADIO 就一起在一起 各位POP大國民的聽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現場 我是戴班主持人台北市議員戴希青 今天我們談動包議題邀請到兩位來賓 諾雅方舟動物同樂協會的理事長戈嘉梨 以及浪浪別哭的創辦人劉獻忠 剛剛我們提到 其實我很羨慕他們兩位投入這麼多的專業跟熱情跟這麼多的資源 包括房子的錢都投進去了 嘉梨你可以告訴我們 你除了賣房子之外 你到現在這三四年 包括你的公關公司投入了多少錢進去做動包 這可以講嗎 我好怕我出去會被綁架 我已經投入就是花掉了 其實我自己有怕 我覺得我自己有點缺乏數字管理 因為我當初其實要做動包的時候我給自己的設限是六百萬 所以現在顯然超過了 對我那時候是希望說六百萬之後 這個協會能夠靠自己自主辦獎座啊 就像浪浪這樣子可以自己自主 對然後甚至發展周邊的商品啦 或是靠募款 我們能夠 協會能夠自以自主 但是當然就是說 我相信讓牠們一定有感覺 就當你投進去後 有很多東西是你想不到的 像我們協會 因為我們協會做的主要動物是老病慘嘛 七歲以上然後有特殊狀況的動物 那其實會產生其實很可怕的一個醫療費用 我們其實協會單月的一個醫療費用 曾經最高 單一個月就二十幾萬了 光是做醫療 對光做醫療 其實還包含就是所謂的 我剛講的房租啦 或者是照護人員那些成本 那我還記得 因為我自己的公安公司 我覺得其實我自己 還好是有一個公安公司 算小有盈餘啦 但是這幾年其實也是越來越辛苦 所以你除了賣房子 還把公安公司的盈餘也投進去 對其實我覺得我的公安公司的員工很偉大 因為我每個公安公司 你的員工也要認同同保 對對其實 其實我公安公司現在的同事裡面 有四個同事都收養了協會的動物 其實我剛剛突然想到一個問題喔 你剛剛講到醫療的部分 因為當然浪浪跟諾亞方舟經營的模式不太一樣 還是有點差別 因為他們有Coffee Shop 所以他可能是某種程式 一個有營業的商店 那你這個是完全純公益的 對 如果以純公益來講 像這些犬貓的醫療 有沒有辦法可以爭取到政府的一些補助 或是說一些減免的部分 如果說是屬於純公益性質的來看 其實 怎麼說呢 其實我覺得協會在成立的第一年就有引起台北市動保處的 關切嗎 不是關切 其實是關注關愛的眼神 他們其實也 他們有聽說在台北市成立了一個做老病殘 因為我們是去接死刑犬嘛 就是要被安樂死當天接出來的動物 他們有聽說 然後又聽說是在台北市大安區的最精華地段 所以很好奇想去了解 很好奇 所以其實當時的動保處長 在我記得協會成立一年的時候 他就有來 嚴前處長 他就自己親自登門拜會 然後拜會以後他覺得是真的 第二次他又帶了全國動物醫院的連鎖的 背後的主要的經營者 還有包括像動物癌症醫藥的開發的一些 所以有帶來一些什麼資源的協助嗎 就也後續都沒有協助 我其實也是有 所以純粹看看而已 沒有 其實我覺得大家沒有很具體的知道他們 應該說在那個時候他們覺得他們還是在發展 他們自己的商業模式還沒有很成功 所以在這幾年 坦白說其實我們協會有六個主要的合作動物醫院 都是有給我們在醫療費用上有打折 但是畢竟老病殘的動物在照顧上面來說 是真的很 比較辛苦 其實我剛剛突發奇想 就是說 假如有動物醫院 他們知道你們是公益團體 或是為了某種公益的目的而做這些醫療上面行為 願意給你們打折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折扣政府應該補貼他們 就類似我們有一些 譬如說要鼓勵運動篩縮鼓勵 什麼可以讓他可以免稅一樣 我覺得這一 我其實期待主持人講這個遲早會發生 我很樂觀 其實我覺得有個國家應該這部分也在做了 對啊 但是我這樣說 其實因為我其實 其實我現在協會運作的模式是參考荷蘭、德國和美國的這幾個先進國家的模式 但是其實是美國 到現在在這件事情都還沒有做到政府的完全補助的這件事情 至少部分補助 減輕負擔 我覺得在部分補助 其實因為美國跟台灣不一樣 美國是屬於第三部門 也就是所謂的很多大財團的基金會 他們會做這些事情 對發展很蓬蓬 因為我們不管說它是避稅也好 真心做公益也好 所以其實在美國比較多的像這樣的動保團體 它是跟所謂的第三部門 就是很多大財團的基金會 他們是有很密切的合作 他們資源上面會比較不愉快吧 對 包括是其實大家 我不知道像憲中知不知道 你知道在台灣 有某一個很有錢的產業 它是被指定公益只能做老人跟做動物的 就是燕商 因為燕商不得做任何公益活動 它只能做老人跟動物 不是老人跟動保是可以的 但是其實到目前為止也沒有燕商跟我們 有產生過這樣的連結跟接觸 那我覺得這個在未來都是很值得被討論跟開發 因為當初其實我有去跟台北市動保處 開了非常多次的會議 就是有點又是一般 有點像是諮詢顧問的角色去參與所謂的 在台北市成立一個所謂的動保觀摩中心 或者示範中心這樣子的一個座談會 那但是就是可能有受限於我想 確實農委會跟動保處他們的預算很有限 所以他們比如說一個月補助一萬塊 但是他要求你要配獸醫師配色公園 然後每一個動物要有三米三的生活空間 那說真的人都不一定有三米三 是啊有時候我們連動物之家自己在硬體設施上面規範都不能夠到達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當然動物保有它的理想性 但是你怎麼樣能夠在照顧它基本權益跟健康的情況之下 某些部分做個折衷 但是在不影響它未來不管是被認養 或它健康不要受到影響 縣東這邊有沒有就在食物上面 有碰到一些類似的狀況 或者說有一些比較不合理的狀況 你覺得可以提出一些具體建議 食物上的狀況像 像醫療那個真的哥會長講的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長期來講我覺得這一塊真的是一個很遠很長的路 那我們在做教育上面或是在做訓練上面 其實要花很多錢跟訓練的時間 然後我們最近遇到的比較多就像是結紮晶片補助 像我自己是新北市民但我最近都在台中 你台中開店了嘛 對台中開店 那現在我在台中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發現 沒有辦法做補助 因為我不是台中市民 不是台中市民 對就是沒有辦法胡同 所以一定要是射擊在那邊才有補助 對那這樣 因為其實我也不可能 因為我只是暫時在那邊做宣導這件事情 那假設我以後再回台北市 如果我簽到台中市去 然後以後要簽回來 那這樣它的補助的金額我覺得差很多 那你恐怕就現階段你得找更多 涉及在台中的志同道爾朋友來協助 對 才可以享有那樣的一個減免跟補助 對 對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 我想大家從他們的投入的過程當中 以及實務上面的分享 我想 包括未來我自己在議會的部分 也可以提供一些依據他們的經驗 給動保處理要市政府一些相關的經驗 怎麼樣結合公部門跟師部門的熱情跟經驗還有資源 讓我們動保這塊能夠做得更加完整 那也非常感謝嘉里跟這個縣中兩位今天到我們現場來 那也希望未來還有機會就這部分大家來交換更多的意見 也謝謝所有的聽眾的收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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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